总共纠纷 在新北有名房东 花了120万元全新装潢套房 也月租1万5千元 租给了一名房客 结果对方没有按时交款 欠了半年大约是9万5千元的房租 甚至还瞒着房东 天天开火 接外送单 卖起早餐来 把冷气地板弄到 全部都是油烟跟污渍 而且还迟迟不肯清理 重新整修 必须要打掉地板跟天花板 初步估计 就要40万元 而现在又联络不上这名房客 让房东无奈求场无门 地面积了厚厚一层袖子 还有明显摆放瓦斯桶的痕迹 厨房墙面也弄得焦黑 抬头一看更夸张 全新的冷气使用一年外壳就泛黄 房东无奈 这全是女房客的杰作 这个尿汁 这个已经都清不掉 全部都要打掉 全部都要重用 如果连上面那个用患的话 大概还要再三四十万 来到后阳台 房东更是傻眼 摆了整面早餐 假目表这才真相大白 原来女房客不只自助 还偷偷接起外送单 卖早餐 天天开火也难怪 屋子内被搞得满是油烟 所以他一个月的水电最多一万二 最少也有五六千这样子 把我们家今天还当做早餐店 还蛮扯的 房东被蒙在谷底 套房才出租一年就被弄成这副模样 交屋前还特别整理 花了一百二十万全新装修 以每个月一万五千元出租 没想到才签约一年 女房客就机械半年房租 租约到期还迟迟不搬走 做营业用的会需要做商业登记的 通常也都会先经过 房东的一个同意 关键在于他在使用房屋的 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善加保护 原来房客本来就有 积欠房租的前科 人到现在还联系不上 烂摊子没人收拾 无处求偿 房东无奈苦水 只能往肚里吞 记得新北市综合报道